Hello 大家好 歡迎再一次回到HK Tutorial 又是我 今個禮拜 如果大家有看Facebook 就知道了 預告了今個禮拜是做AI的執照 現在畫面見到的就是完成品 這個是AI執照的第二集 今次就會講解一些AI執照 或者是用AI的時候一些小秘訣 完成品就是現在畫面見到這個 這個作品還會有幾個不同的變化 今次就先試一下一個變化 如果想大家跟著一起做 就去到Description那裡 或者去到我們的Facebook Page 就下載Source OK 那就開始了 去到AI第一件事 當然是開一個新檔案 我們今天要做的示範是1920x1920px 記得打開Pixel Color Mode是RGB 然後我們可以更加設定 這個Ruster effect 因為我們只是在網路上使用 我們就可以轉成Screen 72ppi 我們稍後的Effect就會變得快一點 我們可以OK 好了 畫面就看到了 通常我做AI執照的時候 通常我自己的習慣會先開一個新Layer 不管它怎樣也好 然後我們就會用M按鍵 畫個四方形 我們用Smart Guide 昨晚U 看到了 畫面上有Intercept的字 我們就會對準 那些字 我們就會對準 畫了四方形出來 我們按S鍵 Scale 然後我們就拉大它 按Option鍵 你會看到這個Mouse不同的樣子 稍微拉大一點 然後我們在Layer裡 按一按這裡 就會示範這個Layer的所有東西 接著我們按白 OK 這樣我們就有個Mask 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東西 扔下去之後 它就不會阻擋了 先鎖了Mask 我們去回我們Layer裡做事 接著我們就開始 首先就是要Paste 相片進來 Paste 我們就Paste一個 Lowrack2 你看到有Lowrack和Highrack 如果大家拿到Source來試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A1裡執照 就有這個好處 就是 相片可以隨時轉換 但效果也不會走位 不會像Photoshop 你換了一個Smart Object 你都要打正 File Size 那些效果也是一樣計算 那麼久 在A1裡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那你換了相片 不同的Resolution 它會自己配合 一樣大小的盡量 好 大約是這樣 接著 我們的Background就不夠 所以我們就需要畫一個Background 我們用四方形工具 畫一個Background在後面 好 黑色的 OK 大家看到我畫的時候 通常我自己習慣了 就畫大一點 雖然我們做Web 或者怎樣就不需要 但是我覺得 手勢的話 就習慣了自己 畫的時候 已經是有出血 那就會方便一點 接著我們就需要做第一個效果 好了 我們首先要開一個新File 因為我們需要做一些線的 東西 我們就開一個1920x1920 和剛才那一樣的File 但是我們的線 就會在第二個File 做的 就不會在同一個File 因為 如果在同一個File 我們待會管你的線 就很麻煩了 OK 現在看到了 我就畫了兩條線 頭尾兩條線 接著我們就用Blend 很簡單 Blend 我們用Specified Distance 5Pixel 那我的線是1Pixel 很闊的 接著我們就 把Blend 選擇兩條 我們就把線 轉為白色 save 找個地方save 我便叫做Line AI save 取代 OK 接著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paste File Line AI paste 對 在角落頭上 paste 好了 我們就可以 將一張照片 做Mask 但在做Mask之前 我們現在這張照片 因為在AI執照 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很多時候都需要 重複去到執 重複去到Paste 去做不同的Layer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剛才那種方法 就是開一個File 只是包著照片 每一次就只 paste 那張照片 也有另一種做法 就是方便一點的 如果你是CC的用戶 你就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我們現在畫一個框 剛剛好的 選擇了一張照片 我們Cmd 7 Mask OK 方便我們對位 一張對位的照片 我們就可以打開 CC的Library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Library 把照片 倒進去 那它就會多一張照片 我們就叫做Photo 好了 我們這張照片 就已經放在這個位置 那就不會 那我待會 replace 就可以直接replace 那張照片 因爲 扔進去Library 之後 你原本的那個 都仍然是LINK的 那就把Photo 再拉一次 那現在看到它就是一個LINK的 object 我們就把它放回到下面 放在中間 OK 我現在總共是有兩層的 一層就是這些 線 一層就是一張照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 我們先開一層Layer 扔進去下面 然後我們就鎖 鎖了它 鎖了它 我們先試一下底層黑色的 把它扔進去 鎖了它 不要妨礙我們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 unlock 然後這兩個 我們就給一個 opacity mask Transpiracy Made Mask 你看到我們的效果 已經很簡單地做了 現在它有點blur 但是待會我們可以 換一張highwax上去 然後我們再做多一層 我們做第二層是怎樣做呢 我們就在我們的Library 把這張照片多放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效果 就有點暗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就會做多一個效果 我們就blur它 Glassian blur 我們做 大約二三十二十四 OK blur了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 soclight sorry 應該是screen 我們把它screen OK 這樣就會爆出光 我們可以在appearance 再調整 可以再調低一點 可能四是九 大約是這樣的光 我就OK 我like了 我們就需要 再調整它 因為現在這個mask 我們就希望 不想全部都展示 我們就 撕一個mask OK transparency 撕一個mask 我們就去找些圓形的工具 畫個圓圈 先 多多個field 多多footstop 就把它轉成gradient 在gradient這裡 把它轉成radio 好 好 那我現在就應該不在 transparency mask 做transparency 做半透明 有mask 有半透明 這支片的時候 記得自己在哪裏 我們進去 mask 裏面 paste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樣的 這個mask 可以用 我們就把它 調整出來 好 但是現在你看到 旁邊會閘住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選兩個 我們就 transparency 我們把它轉成screen 這樣 它就不會重複了 黑邊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調整一下 我們可以按窄些少少 等個少少 那你也可以在 transparency 把它按淡少少 這個腳也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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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加少少 在手上 那 除了這些光之外 我會再加另一款光 就是 硬少少的光圓 我們就會畫一個 長方形 然後 gradient 然後我們把它轉成Linear 白色放在中間 記得 顏色在RGB 調成0.0.0 好 我們就把它Rotate 45度 記得 把它調成Screen 這樣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些 這樣的 條狀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再 加少少 graphic 味道 讓它有少少 highlight 然後 再加少 再加少 一點 再加少 再加少 拉長 一點 稍微調整一點 OK 頭髮也加多一條 接著我們進入最後的步驟 接著我們就會 我會再畫多一些其他顏色的highlight 我們做這個highlight的時候 首先我們會畫一個和剛才一樣的漸變 記得最後的眼角就變成45度 接著我們就COPY Cmd Cmd F 在上面 接著我們就畫一隻白色 先選吧 沒有所謂的 接著我們就選擇這兩層 放一個transparency mask 好了 我們調選了 這個在下面 這個在上面 對 我們做一個mask 我們的黑白是mask 外面就有一層白色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方便 這樣 有一個半透明 但我們就可以很方便地改到顏色 例如我們用一個吸管 吸一吸 附近這些顏色 接著我們就可以 改了它 例如你喜歡 轉了它做 有一個 有一個 Dorge 或者是 Screen 或者是 Overlay 也可以的 然後就可以自由地加些不同的顏色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Soft Light 隨時都可以用吸管吸出顏色 就可以再豐富一些顏色 好,現在就差不多了 但我們有點悶 就是因為現在畫面上 線都是整整齊齊的 所以最後我想把線做得比較有不一樣的效果 我先縮小一點 所以這個情況可以利用 我們把線做到最初的 AI 檔案 我們再做多一遍 一遍出來 好,那我們就可以打開Line AI 我們現在有些線在這裡 我們就希望把線變得沒有那麼整齊 我們就可以直接在Line AI 我們用Object 然後就 expand 了它 好,這樣就變成這樣一條線 接著我們就可以 我會開一個Layer 在下面 Sorry 先鎖掉它 在下面 我們就把照片放進去 純粹拿來對位 我們可以Double Click Dim the image 好 鎖掉它 在上面這層 我呢 我呢 就會用 我們在這個Width Tool 可以拉出來 有Warp Tools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Warp Tools 我們按一下Enter 看看這個Warp Tools 我們可以調到Intensity 那麼 Detail 記得 Simplify 要打開 讓它順一點 然後Detail 可以降低一點 好 然後我們增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 好 如果不知道怎樣放大的話 我們按住Option 按住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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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Shift 按按比例 不然就可以 可以雜元按片 好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可以 拉一些線 我們就可以一直拉一些線 那 那麼 記住拉的時候 就不太拉太多 就輕輕拉 就反而是大範圍些少 這樣一點線就會 smooth一點 那就多一點 Little Bit 都可以多一點便法了 這個位置可以稍稍稍促修改 好了,我們就可以拍到下面的Layer Save 了 我們要稍稍等待 因為AI的File是embed 我們就去LinePanel 可以看到Line AI可以更新 稍稍等待 我們就已經把線換成剛才的AI Files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 這款技巧很簡單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們用線來做 這次只做一個MAS 下次會再做複雜一點 如果大家對於意想的教學有任何問題 歡迎回到Facebook 或者在Youtube留言告訴我們 下星期再見,拜拜!